今天来谈一个东西 叫做你学习的对象找对了吗 如果今天我还要主动问你说 你的越南文程度怎么样 好或不好 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 可能都会主动的说 他程度不好 这个现象很正常 因为如果你问我英文好不好 我也会跟你说我英文不好 但实际上其实我可以沟通 程度上我不觉得算差 所以在这部影片里面 我就预设各位的程度其实都不算好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越南语小白 也就是说你从零开始去学习越南语这个领域的话 甚至你有学过了 你学了一些基础入门的 那我建议你还是把自己当作是零来看 如果你是一个小白的话 那么今天我给你三个选项 是你的学习对象 你觉得你应该要跟谁来学习越南语这个语言 那我会有我的答案 并且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选择 那首先第一个是在越南经商的台商 第二个呢就是越南的就是越南人 就是以越南语为母语的人 或者在越南长大的越南人 我们就通称广义性的越南人 OK 第三种是学习过越南语的台湾人 那这边我要给他做一个门槛的设定 这个台湾人呢基本上他是学习有诚 也就是说他能够沟通 他的程度不一定要非常的高 不用到精通 或者是中等都不用 他曾经学习过并且 你问他的时候他能讲出一些东西就好了 好就这三个选项 给各位十秒钟各位可以按暂停的 去思考一下 你应该要选择谁 然后我们就来一一为各位解答 我的想法是什么 首先台上是不可能 我在这边可以很笃定的跟各位说 首先台商他们到越南去是为了经商 不是去身体健康的 但如果他们会去一些身体健康的行程 这个是例外的 基本上台商他们有钱 他们可以请翻译 而且他们目标是在于赚钱 他们不是要学习文化 他们不是文化上的交流 除非他们有这方面的热忱 而且很多的台商的另一半 其实是越南本地人 所以他们甚至连越南语都不用学 所以从台商身上去学习越南语 基本上你能学到的可能就是打招呼 食物的名称 街道名称 就是他们常去的地方 仅此而已 而且重点是 人家愿意教你 人家如果不愿意教你 人家如果觉得你不是个咖 他可能也不会想要跟你打理 那也是枉然的 第二种是越南人 你可能会觉得说这答案没有毛病 为什么他忘会把它放在这里头呢 他不是应该是最终的答案吗 你可能落入了一个盲点 会一种语言跟会教一种语言 这完全是两回事 设想今天如果要你去教一个外国人 中文 你有自信可以教超过三堂课吗 你先思考看 你不要急着回答我 你有办法教超过三堂课吗 你一定会先从一些你觉得很基础的东西 例如说耳朱音 或者是汉语拼音 然后从部首开始教 开始生活用语开始教 就开始遇到天花板了 也不知道怎么教 再来教华人越南语是有技巧的 因为越南语含有大量的汉词 如果你是按照土法炼钢的方式去教 那当然也是有人能够学得来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中二中女中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学习力并不是说 这种土法炼钢式的方式 阿伯世勒 然后这样子心脚丹伯 一个一个去背 你就能够建立得起来的 那更多的时候呢 其实母语使用者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 你要问我为什么 我也会告诉别人说 你不要去问为什么 你要把它当做是你 完全全心去接收这个东西 但有时候你就是很想要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碰到E-A-R-A的时候 它就要变成 惹呢 为什么 光是孩子 为什么 动物也叫光 女孩子也叫光 好奇怪 为什么人的用法可以用在动物身上 安特安营蒙马 M-NOW 这个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这个马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说 安特安营蒙 M-NOW 那这样子不是更简洁吗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你可能就开始 对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答 我可能就睡不着了 再来 你的这个越南人的粤语老师 他的越南语是广泛性还是地域性 这个也很重要 怎么说呢 这个老师从小到大就是以他自己那一个家乡的 用词跟发音为单一的一个考量 他很少接触其他现实的人 或者是他很少接触其他语言的人 那么 他很有可能把某一个东西当作是金科玉律 来教你 有些北部的朋友 他可能是了跟了是分不开的 你会觉得非常的纳闷 又例如说我们南部人可能 有好跟有蛤 是分不开的 那你在听的时候 你会觉得 蛤 什么东西 还有 有些人在汉词 转中文的时候 一字多音或者是多字一音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即时判断 跟校正的能力的时候 那么呢 很有可能会深远的去影响到你 当然我讲的这些可能就已经有点太远 你可能只是想要学一些基础皮毛的东西 比如说不定 但是我在这边 我还是会告诉你 跟母语使用者学习这个语言 它不仅仅是越南语啦 那在其他语言应用上 也有可能不见得是你的首选 那这样子说来 是不是其实跟学习过越南语的台湾人学习是 相对对你来讲是比较好呢 没有错 这是我今天的答案 我想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呢 首先 他们的立场跟你是一样的 他的母语是跟你一样的 所以他会跟你有一样的逻辑思维 他的语言逻辑跟你是一样的 他会遇到跟你相似的困难 他会懂你的困难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们其中有人已经克服了 他们成功了 无论他们的程度如何 无论他们成功到哪个程度 都是你值得去学习效仿的 只要他们愿意交给你 这就好比 一个美国人 直接教你英文 绝对效果不会比你跟你的台湾英文老师学来得有用 当然如果你的level已经跟你的老师差不多了 那么你就应该要去直接跟母语使用者交流 但是在你是完全是小白 你是零的状态的时候 你应该做的不是找母语使用者来打击你的信心 而是找这些曾经学习过的台湾人 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对你来说更有价值更有用的资讯 关于这部影片 我会后续还会再拍一系列叫做向高手请义 这一系列的影片 来找一些我成功学习越南语的朋友 请他们分享他们在学习越南语路上的心路历程 心得一些观点 有时候我在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我会恍然到原来如此 当然现在有点临时我举不出这个例子 在之后呢我会拍好几部 而取决于我的朋友多不多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同框的 如果你真正学习越南语而且你有自信 你觉得说你有东西可以跟我分享的话 我欢迎你联系我 然后我们可以拍一集 来聊聊你的学习越南语的这个过程 以及你的心得 然后你遇到的困难跟你怎么克服 那这个就是我下几部影片即将会推出的东西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的这个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的答案就是 请你先找台湾人 也是学习过的台湾人去学习越南语 当然前提是人家愿意教你 如果人家跟你收费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很乐于分享 他们不会在这个点上跟你收什么费用 那等你在他们那个领域里面 如果说有有台湾人愿意出来开课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小白们 赶快冲 马上不要犹豫 赶快去听看看他们分享的东西 绝对是你更亲民更觉得 更快速的进入这个状态 这才是我要的这样子 等你的level已经跟他们差不多了之后 你再开始找越南人这一条路上面去 直接去找母语使用者来 进一步的跟他们学习 这是我建议的一个顺序 这对你来讲或许会更有效 而不是一口气一头栽进去 直接找一个随便一个越南人 那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很会教的越南人老师 这当然很好 而且在台湾有很多优秀的越南人老师 他们在台湾已经很多年了 他们甚至他们的低语言 可能已经慢慢的变成是中文了 那他也是有中文的一个逻辑思维 他在一些教育领域上 他有很多的心得 那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老师 那当然是幸运的 当然是好的 如果你的身边 你的资源有限 然后你找不到这样子的老师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可以找我刚刚所推荐的这样子 今天呢 这个内容就是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